在这个南海啊 中方对于这个南海的活动啊 有新的这个行动 那么三沙二号豪华游轮 最近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呢 已经进入南海的这个叫南康暗沙 叫民间旅游 咱们这个明显是个游轮嘛 那马来西亚方面注意到 中国余政310船随行单身护卫 这明显就要防止这个外方的 所谓的海警对中国的游轮进行捣乱 根据6月5号这个AIS船舶舶航行 信息显示中国三沙二号豪华游轮 与中国余政310船 已经本周抵达南康暗沙附近 而且在当地停留展开旅游 那么虽然是对于这个咱们三沙二号豪华游轮 在南海进行旅游活动啊 这个中方没有什么大公用报道 但是咱们知道啊 这个在马来西亚方面看来啊 这是对马来西亚的挑衅 但是咱们是旅游活动啊 完全合法 所以马来马来西亚方面呢 他没有任何理由来阻拦的 这个豪华游轮三沙二号距离马来西亚海岸线 可能就100海里左右啊 但问题就在于中国游轮没有进入马来西亚领海 要知道这里是属于中国南沙 赠暗沙南康暗沙附近 中国最南端 属于中国九端线范围之内 只不过呢 马来西亚方面啊 曾经宣称这里是马来西亚专属经济区 因此呢 这片海域存在中国与马来西亚的主权争端啊 其实对于这个赠暗沙这片区域啊 1949年中国划了这个南海九端线的时候啊 周边国家没有异国站出来反对 为什么 当时啊 是中国是战胜国啊 中国是死了四千万人啊 最后将这个184年之后啊 这个中国 基本上是被外国人分割的这些领土啊 能拿回来的 有一部分吧 确实失去了 但是能拿回来的都拿回来了 比如沙俄的那部分 苏联是战争国 所以没拿回来 但是由这个日本人抢那些都拿回来 直到上次世纪七人年代 南海海底发现大量的油气资源 那么这些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就开始抢夺南海岛礁啊 还有宣称对南海主权 就包括这次日本啊 日本又为什么跑菲律宾这个跑着跑到南海和菲律宾 澳大利亚美国在这巡航啊 而且在中国的南海啊 这个万安滩附近进行这个所谓的调查 搞进行区 其实就看中了这地区的资源 那为什么这个日本人跑中国南海周 这个调查油气资源呢 原因就是很可能啊 他意识到这个区域的油气资源 未来一旦美国人下场 那这个区域可能就是由美国和印度控制区 他认为这个中国是控制不了南海的 那么控制不了南海 那这个区域的油气资源 是不是就等于要让日本人去开发 你看这个小算盘啊 就等着等着中国战败呢 这个增丸沙这边南海海底区啊 据统计啊 这个增盆地海底石油储量在130亿吨以上 海底天然气储量是7万亿立方米以上 分别占南海油气的总储量一半 所以你看这个 这是咱们自己掌握信息啊 那你想想日本人不掌握啊 所以他急着去看啊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啊 咱们说做生意吗 你得先有一个盘算吧 你的收入和风险嘛 就你的损失嘛 你的这个 比如你为了赚一块钱 你要损失三块钱 这事你干吗 不干呢 所以日本人要先考考察清楚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石油 如果真的就是按中方现在调查的 7万亿立方米或者更多 这买买就干了 就是冒风险 但是我的收益大 开始抢中国资源了 占南沙 这个总油气储量一半就是曾母这个曾母安杀这一代 面对最近这么近在眼前的油气资源 你说马来西亚能不着急吗 对吧 由于咱们这个看到现在马来西亚在南海附近 已经开始建设他们海上钻石平台了 所以马来西亚自然也要夺啊 要就是非常明确要夺更多南海资源了 显然对马来西亚这个非法行径啊 中国海警也经常对曾母安杀南海海域进行巡航 目的就要驱逐打击非法盗采中国资源的外国钻井平台 现在连日本人都参与进去了 俄罗斯人呢也在这个区域啊 也在这个湾滩附近就越南化庭区域啊 采啊石油 中俄呢现在这个这个关系啊 俄罗斯人现在将它国企啊 已经现在转给私人企业了 但是很显然啊 中方现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越南现在采了300多亿美元的油了 那今年年初中国海警排量最大的这个 5901号啊 就是这个海警船在2月17号抵达南康岸沙福建区 接替中国海警5303展开巡航 50多天的巡航 周边国家是没有办法 这是这个万吨啊 这个三月初中国海警5302啊就来到这海域巡航 与同时呢南康暗沙北康暗沙海警5901号 在中叶环郊啊海警5203号啊 都显示出中方在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巡航力度 马来西亚的这个信息啊 显示中国海警5901继续在中国南沙群岛叫穷台交附近海域巡航 中国海警的5901号呢是啊 继续在穷台交以东24海里 也就是欢乐暗沙啊 以东约10海里处啊 对这个外籍的非法开采邮寄平台进行抵禁监视 根据最新的视频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海警船 西北大约10海里位置 有马来西亚军舰一直在办行啊 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最大的海警船 被马来西亚军舰啊给盯上了 这个军方对海警啊 这个本身其实他不敢开火啊 一旦开火中国军方军舰就会啊 就直接动手了 4月19号是马来西亚媒体就说呢 中国海警的5402舰 4月19日上午在300米内超近距离 驶过马来西亚近海服务船啊 叫熊伟号啊 还有马来西亚钻井平台 对其作业活动发出严重警告 发出驱离航话 应该是中国的啊 这个海警船对啊 这个钻井平台应该是做了拆除准备了 这么暗示啊 这是咱们所有中国人都知道吗 这是中国最难端 显然这个中国海警抵达 南沙这个这么暗示 附近巡航对马来西亚方面非法开采行径 已经开始强势驱离警告了 中方没有强势要求拆除啊 现在还是在最起码这个区域啊 是这个中方现在控制啊 就中国海警现在出现在区域 就是中方移调制海权 制海权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船必须在这个区域活动 你的戒备就是你的海军嘛 不过呢 马来西亚方面啊 对此非常显然非常生气嘛 就是他认为这是他的领土 马来西亚方面的认为 这个海域属于马来西亚转入经济区 认为有联合国所谓海峡法公约 马来西亚就可以对这个区域进行私自划分 因此才敢在这个海域啊 开采油气啊 盗采 中国海警强势阻拦啊 对马来西亚钻井平台啊 南康暗杀以东海域啊 属于中国海域 中方是坚决 坚决守卫的 目前马来西亚钻井平台已经停止作业了 看来中方的这个行动啊 是就是阻止他钻井平台和外界联系啊 就是隔离啊 现如今呢 中国又在纵暗杀这片海域 展开旅游项目啊 显然就是啊 为后续控制这片海域啊 宣示主权啊 再做准备了 咱们说中国最大的这个游轮已经下水了 那这个去哪呢 再想想是吧 一定是南海啊 你像你坐船 坐船玩个一个月两个月 就到南海啊 各个这个中国的岛礁啊 岛礁上旅游就完全可以 后续啊 那这个菲律宾啊 包括澳大利亚 假设美国 日本 在这个南海巡航 其实就要 估计啊 它检查所谓的船只嘛 封锁嘛 可能也包括中国的游轮啊 就是中国这个啊 在南海所谓的旅游项目啊 从地图看这里 距离马来西亚和文莱海岸线啊 大约是100海里 中国海九端线以内嘛 这里边正常的民间啊 这个经营活动 对吧 旅游活动完全可以 中国还派了这个 余政310啊 陪同一起展开活动啊 就保镖嘛 某些国家针对这个啊 民用设施骚扰啊 很显然这是啊 中国海警一定会上 据说这个日本啊 这个澳大利亚啊 包括美国菲律宾 搞的就是要封锁啊 这个对中国的啊 民用船只进行封锁啊 登船检查 那么也就意味着 中国可能在这个区域啊 会派更大规模的 这海上力量啊 进行这个护航啊 尤其给这个大规模 旅游行动开发啊 这个南海这个旅游开发啊 我觉得现在啊 中国可以提升日常啊